What's up guys, it's your boy JC 欢迎回到我最新一期的视频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的更新习惯 就是在我跟了一部分球鞋的视频之后 可能会中间穿插一些 我那段时间之间会买的一些衣物的视频 为什么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呢 一是可以缓解我视频观众的审美疲劳 因为老讲球鞋 讲来讲去其实万变不离其中 二是相当于是缓解我自己的审美疲劳 比如说像现在的1月份 说实话没有什么球鞋发售 没有什么值得讲的球鞋 这个东西就不能不跟视频对吧 所以说没错 今天又回到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 购置的一些衣物和一些配件的一些视频 如果有新的小伙伴不妨接着往下看 Let's go 好首先呢 我来解答一下 就是我之前视频里面问的比较多的几个问题 一是说我这个帽子是哪里买的 然后是不是YSL的 其实不是啊 这个帽子其实就是正常的一个Fishman Binning 就是所谓的渔民的那种线帽 你直接在国外国内的网站直接搜淘宝关键词 Fishman Fishman Binning或者是Fishman绒帽 它都其实搜的到 然后至于它上面那个YSL的那个logo呢 其实是我买的这个YSL的一个胸针呢 然后就相对于是插在上面 然后感觉就像其实是一个YSL的帽子 其实并不是啊 其实只是一个胸针搭配一个普通的帽子 如果你有别的牌子的胸针或者怎么样的话 也可以对不对 随意去ID或者随意去驾驭 好 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 回答第二个问题 就是JZ你这个帽子是哪里买的 有没有编号 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很多啊 然后我现在直接正面回答一下 这个帽子没有编号 因为这个帽子只是今天10月份 好像是10月份发售那个L Jordan 6 它里面这个merch里面自带的 它在正式发售球业之前呢 集中发售了几轮 就包括它专辑的一些merch 比如说那个Histing in the room的那个 衣服 裤子 帽子 大家都知道Travis Godd 之前在发售他的每一次新专辑 或者新单曲的时候 他都会进行这样一个很大的 一个周边的活动 然后这一次发售他的乔6的时候呢 他就同期和Nike这样一起联名 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帽子 前面的这个L Nike的logo是个道子的 然后他的侧边是他这个厂牌 KX NJAK 然后这个帽子里面呢 其实大家一看是根本就没有Nike的logo啊 只有一个他这个制作的logo 上面写的是Made in USA 好 把这个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顺带讲一下 这次他发的merch里面的东西呢 其实我也有买 整个时间耗时太长了 因为他这个merch是类似于那种 先预定 先付钱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制作 然后他根据你预定的preorder的人有多少 然后他进行一个大批量的制作 所以在这次买的当中呢 我买了这个帽子 然后买了一个短袖 买了一个hoodie 买了一个裤子 很多人在发售之后 基本上是一个多月以后才收到 但是我更屌 我基本上是好像12月底才收到的 至于这个东西呢 我就不拆开看了 因为这个裤子我感觉我应该不会滞留 所以我到时候可能会把它卖掉 就是这样的一个sweatpants 然后上面是一个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logo吧 我记得 sweatpants 然后是这样一个道子的一个logo 是条绿色的 然后左腿写着heist in the room 就参加了专辑的名字 然后至于他这个hoodie的话呢 同样也是的 这样一件hoodie 然后他这个上面这个道子的这个绿色的这个logo呢 反正说是一个夜光的 因为我没有具体实测啊 因为我也没有打开 我可能也会把这个后期感给处理掉 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hoodie太多了 而且就是 在我下单之后 然后两个多月才到货 让我就是这个新鲜感有一点就是已经流失了 所以说我可能不太会留在手里 之前来讲的话 Jordan Brand代工的话 他是会有Jordan Brand的那个tag 但是现在的话直接偷懒了 连Jordan Brand的tag都没有 直接印上面印着Jordan Brand和Caxi Jack的这个字样 就是质量的话 if you know you know man 好了讲到刚才发售这个联名Mersh之后呢 我来讲一下就是 也有小伙伴问我说 哎你看这个上一季度Sprim是休业了 对不对 休业之前 连续三周重磅发售 你有没有买到啊 就是box logo hoodie啊 box logo的短袖啊 以及最后的这个paper print的这个nose face啊 因为我之前有想就是来一件做一件这个视频 但是后来发现还是集展到一起 那样子比较有说服力一点 没错就是在这次发售当中呢 我买到了 对不对 然后我前两次发售 发售它的hoody和它的短袖我都买到了 但是在最后一次这个paper print的这个nose face上面呢 出了一点小差事我没有买到 在这个地方不得不吓到 max supreme就是所谓的mek啊 就是现在基本上是市面上面比较值得信赖的一款的Sprim的一个box 因为我作为一个Sprim的老玩家对不对 再快戴牛逼的金手指已经无法应对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了 所以说在我之前去年冬天的视频里面也讲过 我买的上一次的那个Sprim的box logo也是通过他们买到的 然后这一次当中呢 他们经过了一年的不断的尝试啊 以及一个不断的升级 现在已经相当于是推出了非常完美的一个机型 基本上在今年发售的大小的重磅release当中呢 他们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收获 推了这么多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这次发售中coup了些什么东西 首先呢我买了两顶这个帽子 就是这次发售的这个就是这个灰色 然后一个蓝色的pacity的这个bini 我一个开了一个没开 开了的话其实我也没戴过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tag还在上面 其实我就是套头上试了一下看一下呢 什么效果 因为这次发售中出了很多颜色大家也知道啊 基本上的颜色是相当于是你什么样的底色 配什么样的一个box logo 只有在这个灰色上面呢它出现了一个灰色的底色 和一个蓝色的box logo 为什么买这个灰蓝色呢 我个人其实是有两个原因呢 一是作为一个lookbook来讲的话 它这个灰蓝色是它一个相当于是最主打 一个最明显的一个颜色 另外来讲的话对不对 Shout out Nipsey Hustle 对一个西海岸的一个legend的一个致敬 因为这个蓝色的pacity大家都知道 蓝色代表雪邦 然后红色代表雪邦嘛 蓝色就是西海岸 红色基本上就是亚特兰资那边的东海岸那边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蓝色的话呢 大家毋庸置疑 就相当于是穿这个颜色 就有点致敬西海岸说唱 西海岸匪邦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买了这个颜色 除了这两领帽子呢 同样我还买到了一件这个box logo的这个hoodie 大家可以看看是median 我也没有拆开 因为box logo我有好几件 穿上身上的感觉其实就一样 因为这个衣服太厚重了 所以说不太适合就是平常casual去穿 然后这个对不对 又怕弄脏了 穿出去又小心翼翼 所以说会给就是普通的这种穿着 带来非常不必要的一些就是繁琐的事情 所以说我把这个留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收藏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这个banana的box logo呢 在2001年的时候出过它的短袖 当时是出来之后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啊 在今年出logobook之前呢 2001年的这个banana的box logo 都是以一个非常夸张的市场价格出现在大家面前 短袖卖了几千美金对不对 因为毕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将近快二十年的历史 直到今年出了这个hoodie之后 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下子激起了 所有就是OG老玩家的一个回忆 所以说在这次发誓当中呢 基本上不管你是直接原价买还是加价买 作为一个高阶的玩家的话 很多人基本上都要入一件 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价格 hoodie和帽子之后发售之后呢 紧接着来了第二周 第二周就更屌了啊 就是我有plug先告诉我说 你要做好准备 其实发完hoodie一般来说的话 大家都觉得这个季度结束了 其实并没有 发完hoodie的紧接着第二周 它发售了这个banana的box logo的短袖 非常厉害 就是连续两周一个重磅啊 同样的颜色设计呢 也是跟hoodie是相呼应的 灰色配的蓝logo 然后其他剩余的就是什么颜色配什么样的logo 然后在这次发售当中我买了两件 两件都是中号 一个灰色一个黑色 当然有比我更牛逼的朋友 一次已经一个人买他妈十几件 那也是有的挺牛逼的 我建议那些原价买到的朋友啊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贩子的心态的话 就相当于是一个想捞一笔钱 比如说48块钱的衣服 你卖个300块钱 对不对想赚你钱 那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一个收藏系列 玩家来讲的话 这种东西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收藏的 因为它这次虽然复刻了 但是也隔了相当于是十几年 快二十年了 你不知道它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有收藏意义的单品来讲的话 如果你买了很多的话 自己留一套 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呢 那在这次发射当中呢 出了很多颜色 现在市场价格最高的颜色的话呢 好像就是那个一个babyblue 还有一个pink吧 可能符合现在市场上面 就是一些女性买家 和一些女性潮流玩家的一个口味吧 至于我现在买的几个颜色呢 基本上在市场上面是一个 you know 中不溜秋的感觉 就是还行 但是也没有太差 我只是有一点后悔就是这个hood 我只买到一件 其实hood来讲的话呢 我本来也还想买一件黑色的 或者是买一件咖啡色的 但是由于我自己的水平问题 对不对 机器人是厉害的 但是这个我个人操作水平问题有限 所以说只买到了这么多 至于最后一周所发售的 这个paperprint的northface呢 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不得不 有点小遗憾 因为谁知道对不对 会连续在第三周发售这么大 这么牛逼的这个northface 作为一个这一季度的结业 所以说简直是掏空了我们这些钱包啊 对不对 我还好我没买到嘛 所以说you know 那次发售的这个paperprint呢 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是在 其实在我早在两三年前 就已经出过一个叠造的一个衣服 然后一直也没发售 然后我之前还在跟我朋友讨论 是不是这个衣服当时在两三年前 就已经制造出来了 然后一直存在它的仓库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这件衣服 作为一个1996版的 一个这个羽绒的puff jacket 但只卖398 和之前northface这个自由女神的 通通衣是一个价格 其实按照现在两年前的价格来讲 以及到现在这个价格来讲 水涨船高的情况下呢 其实它这个羽绒服卖498的话 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为什么还能卖398呢 可能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它这个衣服已经在两年前生产好了 它的tag什么东西都已经就相当于是定好了 所以说这个价格它也就一直维持在两年前 这是我个人和我朋友的一个猜测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只是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回到这个衣服本身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让人surprise的地方 你说这个衣服两年前都出来的叠照 那种盗版会不会有 盗版早他们有了 我这打版打的已经就相当于是精工版了 已经相当于是修版修模修了好几次 但是呢由于这个衣服的话题性呢 以及它的相当于是最近几年 从这个p的1996版之后呢 再一次出了这个1996版的这个羽绒服 所以说它的这个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呢 其实还是非常夸张的 至于现在整个二级市场的话 价格的话是直接一下子 全马从之前刚刚发售的六七百块钱 现在一架子都充了差不多一千块钱 后面来讲的话呢 可能明年来讲的话价格会更夸张一点 至于我刚才讲的这些短袖啊 和Hoodie的话 现在基本上价格是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线 Hoodie的所有颜色 基本上维持在六百美金到七百美金的这个区间之间 然后可能小马或者夹大的话 一头一尾这两个尺码的话会更夸张一点 中间的马的话是价格最低的 然后短袖来讲呢 颜色我刚才也有讲就是粉色和蓝色是价格最高的 同样尺码来讲的话一头一尾 Small和XL 由于它的受众程度和它的这个量是成一个反差的 所以它这个价格的话同样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在入的时候呢 稍微观察一下 然后现在因为也推出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二级市场上面很多假货 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OK